目前版本必須生效 这是土方所设下的对话的障碍 那早在3月25号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宣称过 我们也已经表示过 我们可以在不设前提的情况底下 和马总统会面沟通 但是马总统却连跟学生对话 都要自己先设下前提 那他设下的前提其实门槛相当的高 对我们来讲 他很清楚地表示 服帽不得修改 目前版本必须生效 这是他所设下的对话的前提和障碍 这是很清楚的 对我们来讲 这样设下前提 预设前提的这件事情 实际上对我们双方的沟通 对我们双方的沟通 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阻碍 我们认为在这样子 服帽片面的又要设下对话前提的这样子的状况 实际上是让学生跟服帽之间很难进行对话 那对于今天早上 张新宗委员在担任这个内线委员会的招委 30秒事件之后 在30秒事件之后 张新宗委员又要再一次秒次 将服帽审查排入议程 虽然说经过这个民进党立委 刚刚今天早上上午在Faker 那导致这个今天早上审查会留会 但是下午 今天下午 张新宗委员还是一样 明完不理 还是信徒想要再次召开会议 那在这里我们也要对张新宗委员 还是信徒要召开审查会 的这个举动 我们要表达严正的抗议 那 我想我们必须再一次重申再强调一次 我们一向以来都一直坚持 先立法 立什么法 立两岸协议先做条例 再来进行服帽的审查 这一点上的运动诉求 我们很清楚 因为在法框架底下 未来两岸之间 还有可能有各种协议 需要谈判 我们可以听到呢 学生代表林飞凡 他是用明完不灵而形容 国民党立委张庆忠 而他们也再次重申 他们的对手就是先立法 再审查 而且他们相当有诚意 希望能够跟马总统来对话 林飞凡呢 他是重申了他立场 不过呢 国民党呢 在今天下午呢 超过了总 国民党的林宏石 以及王廷生党团三长 他们下午还是试图 要来闯进这个 试图呢 希望能够来到 内政委员会来开会 让我们来看一下 香港情形